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日前回到故鄉萬里 造勢浮血 卻速度哽咽 沒想到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萬哲 竟然說要在他違建外面開直播 要讓他哭得更大聲 也哀批不厚道 在家鄉父老面前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落下男兒淚 只是這眼淚卻換來對手柯文哲一陣嘲諷 那我們乾脆我們直接去他家違建前面 再辦個直播好了 我們也會安排一下好了 讓他哭得更大聲 柯文哲笑得開心 但就玩笑真的不太好笑 我真的不知道柯文哲存的是什麼心態 我只能說做人要厚道一點 更何況要參選總統的人 當賴清德回到故鄉 回憶到故鄉的種種 情緒上來的時候 又要用不堪的言辭去糟蹋去辱罵 我還是那句話 為人處事 厚道不僅是對別人 也是對自己 民進黨黨內氣炸 批評柯文哲根本是失言 但事過一天柯文哲繼續開槍 錯了就改掉就好了 不曉得賴清德在 柯文哲依舊緊咬賴清德的違建不放 就是不回應自己的言論 面對民眾黨連日質疑賴清德家是全新建物 明顯違法還有逃稅的疑慮 不過民進黨透露 其實新北市公務局的公文寫得清清楚楚 新北市認定建物屬於民國 九十八年以前完成的寄存違建 只需要拍照列管追蹤 沒有急拆必要 賴清德落下的眼淚連續兩天被作為攻擊目標 選前爭議實在是很難平息 記者綜合報導